卡舒吉谋杀案风波又起,凶手录音遭公布,称其为要牺牲的动物。 据报道,杀死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暗杀队称他为要牺牲的动物。 土耳其《沙巴日报》公布了卡舒吉与沙特暗杀队成员谈话录音的新细节。 在卡舒吉抵达之前,可以听到沙特高级情报官员马赫·欧姆特莱布在询问要牺牲的动物是否已抵达。 根据记录,当卡舒吉到达领事馆时,其反应表明他遇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 卡舒吉被拉着胳膊说,放开我,你以为你在干什么? 当他和杀害他的凶手穆特莱布在房间里时,穆特莱布告诉他,由于国际刑警组织对他的命令,他必须被带回丽雅德,暗杀小组最终给卡舒吉下了药,可以听到卡舒吉在恳求他们。